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点 另外我再跟同学们再强调一下 学习这门课程的方法是什么 这门课程是作为新闻学 以及同类的大众传播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 那么这门课程本身它的性质怎么样去表述呢 一个是专业基础课 另外也是我们研究其他专业课程当中的一个起始点 第三 新闻传播概论又属于理论课程当中的基础 这本课程的目的 教学目的 就是让同学们学完以后 能够给你们后续的课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同时也让同学们了解新闻学专业 以及大众传播专业 它所研究的对象 以及所庞级的一些专业课程之间是什么关系 过去这门课程我们开的是首次开的时候 是1982年 1982年我们当时开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主要是让同学们对于新闻事业有所了解 那么逐渐的我们在教学改革过程中 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 不断的深化我们的认识 最终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我们把这课程的整个学识在压缩 内容更加充实 凝炼 而在教学方法上呢 我们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 就是经讲多练 多看 多思 这就是我们经过几十年来教学改革 做出的一个努力做出的一个探索 那么我同时要说 当同学们选择的新闻学专业 和新闻与大众传播专业的时候 因为这句话说的不能太局限于我们的新闻学 因为其他的专业同学也有选择这门课程 但是我们可以用大众传播可以涵盖相关的专业 比如广告 广播电视 编导 归音主持 广播电视编导 传播学等等 还有网络媒体 都可以用大众传播媒介来涵盖之 同学们选择了这样一个专业 意味着将来我们会为这个事业 如何在高等院校大学四天当中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 作为媒体人 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 应该具备的责任意识 因为新闻事业同学们 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事业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当中 为什么要有新闻事业的存在 它对社会进步起了哪些作用 有的是积极 有的是消极 甚至是破坏性 我们如何避免后者 如何提升我们新闻事业 在整个社会发展进步 过程当中的积极作用 发挥我们每一个人作用 作为课程来说 它是个专业基础课的性质 作为课程的目的来说 通过这门课程 让我们的学生 要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 要承担的一种社会的责任 要承担的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应该进出的我们这种 精神的和智力的支持 这就是我们对课的根本的目标 另外我特别高兴 大家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 那么表明我们将来从事记者工作的时候 你的前途 既是光明的 也可能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的 甚至于是危险的 后边我们的课程 大家会看到 每年 在世界各地 一线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 因工寻职的 逐年上升 最多的一年 一年有108位记者 在一线寻职 当场牺牲 其实我们中国也是如此 过去我们说 新闻工作者 一说记者来了 各地远街高营 是吧 这个过去是什么时候呢 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之初 改革开放进程中 但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大潮 以及我们这个经济体制改革 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 30年的这个伟大的成就 夹杂了一些 令人思考的一些问题 其中包括我们的记者的社会地位 社会责任 社会认同感 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过去是记者什么样子 大家很尊重的 但是 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 所以同学们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 我觉得首先应该肯定大家的勇气 当然 后边我还要跟大家说 至于你干不干记者 那纯粹是将来 你在工作学习过程当中和实践过程当中 真正考验个人是否适应他的时候 我们不强求每个同学学了新闻 必干新闻 不一定这样 因为这项工作 学习他和从事他的这种职业 以及现身他的这种事业感 它是不是一回事 后面我相会跟学们谈这一点 总之 我们应该看到 新闻 它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写照 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历史回应 也是记录和昭示着 人类的理想 与良知的一种精神殿堂 起码我们大家应该认识到 新闻工作 它这样一种性质 那么今天 首先对于新闻学概论 或者我们的当代新闻传播 或者新闻传播概论 实际上这个概念基本上指的一个内容 大体上我给同学们先做个这么个简单的介绍 就是说他的课程性质 他的研究的讲课的目的 以及我们给同学们提出的要求 这是一点 另外 我再跟同学们再强调一下 学习这门课程的方法 学习这门课程的方法 既然是理论课 恐怕我们这种思辨性的东西 就占的比重很大 但是我们尽可能的 把理论的东西 精神层面 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 要具象化 尽可能的我们采取按例的方式 但是作为同学们来说 我当然希望大家 在学习方法上 要注意几点 第一 密切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实际 过去我们讲 理论是灰色的 生活之数长青 实践是第一位的 那么我们一年级同学 要学新闻传播概论 怎么样去进行 密切联系实际呢 我只给大家提一点要求 我们在校期间 只要进入了新闻专业 或者是大众传播专业 希望同学们能够密切关注媒体 密切关注媒体 每天都要关注 当今或者当下 国际上发生的重大新闻 国内发生的重大新闻 这些新闻事件 它的走势 它为什么这样 因此 我的课程 不仅是同学们 你们在家 前几届都如此 每一次上课 第一件事 是干嘛呀 其问题 大家先汇总 汇总一下 今天上午 昨天 乃至一星期 刚刚发生的一些 国内国外的重大事件 是什么 大家发来汇总 汇总到一块以后 我们来分析 你说出一二来 要把了解新闻 关注新闻 研究新闻 当作一种生存状态 如果你想干这个的话 你说我不想干 我就为了混合文凭 那另当别论 但是你如果不想干记者 我也劝人 干一行 爱一行 或者是 干一行 让自己在这个方面 有所收获 不能够虚度此时光 对不对 我就将来想干别的 当大律师去 我不小心一下子 撞进了新闻学专业来了 我吸射了 注意力在法律学专业 那也没关系 你既然已经在这待来了 至少有一年时间 我何苦让他荒废呢 我也要把他学好 必须有这样的意识 我跟大家说心里话 我当初留在学校 让我从事新闻专业 我不是想干这个的 我不想学理论 我也不想搞理论 是吧 当时留在学校了 七八级恢复高考以后 全国同考第一届 七七级是第一届 地方考试 八二年一毕业 我们专业恢复 八零年恢复吗 喜欢摄影 我摄影书我也写 摄影书出版了 文章也写了 拍了大量作品 就踏出鸡子了 你们到我办公室看看 我的办公室全是 自己拍的照片 喜欢摄影 留在学校了以后 学校里来说了 你就学新闻理论吧 将来你就从事新闻理论 研究和教学 硬着头皮去了 结果到了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系 和中国社科院 研究生院新闻系 一学以后 拜了自己的老师 大家知道 甘细分的 甘先生 学界太陡 新闻理论的太陡 我一看 一发不可受 就在这干上去了 是吧 那么兴趣可以慢慢的培养 是吧 当然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也换一种情况 同学们毕业以后 我绝对不强求 以后我绝对要跟大家反复强调 你选择这个职业 以及你将来现身的事业 必须是你热爱的 你不热爱 你千万不要去让自己降了个劲 这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当然现在是干嘛呢 你们在适应 你们看一看这个行业 这个职业是否适合你 不适合你 尽快离开 这是个明智的选择 一定要选择自己 有兴趣爱好的职业 新农工作也是如此 你先看一看 好好学 你真是不喜欢他 你现在在这个程度 在这个时间段当中 我必须在这个专业里学习的话 我也不让他虚度时光 要有所作为 我敢相信 我也可以这样肯定的说 同学们将来 到了社会上去求职的话 相当多的同学 绝对不会干净 但是你们要看到一个现实 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状况 媒体已经从过去 社会分类当中 所没有的这个要素 突现它重要的一个位置 过去我们说社会要素的分类 政治经济文化外交 这个什么什么军事 等等等等 你可以分成做干类 没有媒体的份 对不对 现在的媒体呢 慢慢上升它的位置 媒体上升到什么位置了 不仅仅是社会要素 而且是核心要素 而且是其他社会要素的 融入的平台 这句话我请大家认真的注意 咱们这些假如将来未来当记者的 在网络传播时代 实际上传播技术已经赋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当传播者的 提供这样一个条件 对吧 你说你哪位同学在外面拍个片子 找个写点文字 啪啪啪啪啪上网上去了 消息 对不对 是吧 师大爷有很多好的积极的消息 啪啪啪啪你上去了 是不是 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传播者 当然他不是记者 记者是神圣的 是专业培训的 是有事业心的 但是在理论意义上 任何人在网络传播时代 都可能会成为一个信息传播者的时候 就给我们记者 职业记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同学们咱们可以考虑 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 是需要进行普及的 整个中华民族的媒介素养 我们应该花大力气 加强这方面素养 中华民族的媒介素养 同学们你们看我们现在网络 我们广播电视报纸 杂志 特别是网络 将来手机 这些新媒体 全国的媒体出现 相应的管控和管理 越来越难 一方面需要法治 一方面需要什么 我们的媒介素养 哪些东西应该怎么动 是吧 怎么样去解读这个新闻 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新闻 当一个单位出现了一个危机的事件的时候 怎么样去面对媒体 这都是我们属于媒介素养教育 丰富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我想同学们 都不会在新闻学院里 白白的度过你的这段时光 都是极有价值的 就是将来你从事别的事业的话 你有过这样的一个专业基础的训练 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专业的优势最大什么 它是什么呢 新闻工作实际上追逐太阳的一个事业 在我们的眼里 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都不一样的 是追逐新生活的一个事业 是一个年轻的事业 是蒸蒸日上的事业 是一个朝阳的事业 这里边最能体现 我们的专业优势的 培养出人才的 各个新单位 或者是各个其他的这个 其事业单位也乐意要的 用的 就是我们敏锐的观察和捕捉能力 以及判断能力 我们敏锐的观察 捕捉信息和判断能力 刚才你们这几个同学 我们归纳了一块 观察能力 判断能力 发现问题的能力 以及我们沟通的能力 这恰恰是当代大学生当中 很少有 就很多专业缺失的东西 所以我呀 贯穿我们全 课程的 给同学们提一个要求 我们大家来共同共勉的 就是 问题意识 责任意识 可以高度的冲向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大学四年当中 同学们培养什么东西 我觉得应该培养问题意识 不断的发现问题 发现你身边的问题 是从小处训练着手 理性的思考这个问题 分析它为什么如此 能够甚至的 敏锐的发现它的时代精神 这是我刚才概括 你们几个同学说备话 强化我们的问题意识 这是新闻工作者 或者新闻学专业 最大的专业优势 我们能迅速的判断这个事情 迅速的摸清 事情的来龙去脉 发展走势 所以我留给同学们的作业 关注身边的问题 关注周边的问题 关注我们祖国的问题 关注世界的问题 关注人类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我们举你看的眼前 那我们目光短浅 那是一般知识分子 一般性的记者 我们要关注整个人类 关注整个地球 甚至于关注整个宇宙 是吧 开启玩具 再有两年就2012了 到底2012有没有 那个东西是现实的吗 还是一种科幻 我就想问问你这记者 请你跟我说说 2012到底那些事 会不会来临 世界的末日会不会来临 一定给我讲出道德了 否则的话你就不称职了 是吧 人家也同样会问我 我们要上升到一个战略知识分子的高度 来看待新闻记者的社会价值 我们中国现在在逐渐的出现 大量这样的战略知识分子 就是战略记者 所以这样提求 这些同学们提这样一个 这个问题的意识 你们一定要平时经常教给我这样的作业 经常教给我这样的作业 今天早晨 天天这么广播电台记者 报道咱们学校里这个 马路上外边 冰水西道 可能同学们来的时候就看到 道路啊 刚刚兴建了不到四年呢 就已经坑坑洼洼的 你们刚来的时候可以看得清楚 是不是 那汽车转着弯的在挑 不到短短不到两千米路上 记者观他多细啊 四个井盖没有了 他采访天天市所有的 对道路管理 城市管理的这样的部门 进行深入调查 采访的东西是多少的 假如以一百为例的话 他在播出的部分 仅仅占三分之一都不到 我很欣赏这个做法 就是大量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什么 采访 在后机的基础上 播发 一清点稿子 就知道 他后边的机电看不得多 这个问题也是身边的事 我们国家呢 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身在校园 胸怀祖国 还干嘛 放眼世界 是吧 放眼世界 你一定要脑里有这样的一个 这种报复 你肯定能做好你的任何工作 所以这样的一个普遍的 个人素养的培养 是我们新闻理论课程当中 一个重要重要的一个教学目的 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地做这个 我后边会给同学们提供 大量的案例和方法 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知道吧 我们有的意识了 我想是这样 怎么就达到 有一个很具体的步骤 是需要我们慢慢去锻炼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